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好事 本来是牡丹 你非得弄成一个尾巴 你不是 你就翻过来 我就听不懂文笑话 说不清 然后就很认真 很教嘴 然后就整番笑话就伤了你 我没伤了 我就听不懂 听不懂是你小子的 长大了就听到了 看眼睛里忘了说句话 你忘了看你 小爸爸 哥不要杀 就好 就你现在长大的过程中 过程中怎么办 不是 就会累 这个没办法 这个视觉里边 除非你真的是 你继续经过这样的磨练 这是你的逼竞子吗 慢慢你就 告诉自己吧 告诉自己 你不要开玩笑嘛 没关系 说 知道买盒子吃饭吧 就会慢来嘛 长大了就慢不过程 一急什么 当小孩子很好 你长大了 必不太开心 就激动就激动吧 叫嗟就叫嗟下去 这个也挺好的 你如果啥也不叫嗟了 啥也不激动了 你不知道那时候多无聊的一种境界 老师 我们打这个手应该怎么放 手 想怎么放 一般正常都是在膝盖上 手朝上也行 手朝下也行 两个都朝上 一个朝上一个朝下也行 随你了 一般都是普遍的是朝上 要么就朝下 有时候大部分都是朝上 还有有时候喜欢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还有一般的定印 就是一般俩手接定印 有人也喜欢俩手合十 这个手印我觉得没所谓了 有时候有人 因为很多人以前休息过 他在打坐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手印 自己自发的 你觉得这样舒服你就这样 你觉得这样舒服就这样 没关系 调整都可以 有时候因为气脉不同 能量而气 气度在身体运化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手想抬起来 做个手印 因为手可以倒有气脉 他就像个切线一样 就是手一动气就跟着动了 这个也是展示一个方法 调整 如果入定的话 你最终的忘我 最终的把角色这些方向 但是刚开始气脉不通的时候 通都没通 你咋忘我了 忘不了 忘声都忘不了 起码畅通无阻的时候 没有说哪儿痛啊 痒啊这些毛病的时候 然后再越坐 这样子坐下去 很舒适的时候 才开始忘声 就是有暖向啊 而且软绵绵的 呼吸越来越慢越勇 这个时候就开始忘身体了 身体就有时候没感觉了 这是修财地的一个过程 你们现在修的很多东西 都是直接从心性上开始 因为直接从心性上这样子走 以后还要补上财 就配了 而且有些修法 我想有些气脉 因为靠你们静坐那两三个小时 打开比较困难 因为总是反复反复 因为西区又要制作这些东西 很难靠那两个小时破掉 出来就又犯了 犯了就起码又堵 所以经常徘徊在同学的过程 所以我才想用其他方法呢 就带你们走 比如说就是这种暗示啊 导引啊 因为本来你们也无我 你一直一个东西带着我出 我出解开这些解 就是乱麻团 带着我开解 这样快一点 就未来 未来有些 就自我的这种进化的 自我系统进化的 就是这两天 疗法案 其实是带你们再解开这些解 因为有些 有很多的不同都是来自于心结 你心里边有障碍 体系上有障碍 但是自己不知道 因为有些障碍来自于小时候 有些障碍来自于舒适 你心里边已经没下了那个障碍 那个障碍在生理上 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基因也罢 叫什么也罢 但是在心里上就是个心结 好多是没剪开的心结 那这个心结就通过一种导引 慢慢让你通过导引 然后就可以剪开 其实有些时候就回到很深的那种自我里面 这个就快一点 如果靠你自己 残地 然后一直一直一直寻找到那个阶 再把它打开 这个世界太长了 就是这样 打不开那个阶 有时候有些喜气 一直改不了 反反不复 反反不复 自己也很烦 自己也很辛苦 就是就是放心 根本放不下 就是他很多人心情 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还是有特定的某一类人 他们才经历这一阶段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嗯 好 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他到什么时候呢 才到 活儿子那是擎天玉海嘛 你本身在擎天玉海里边下清净 你想获得自在嘛 那首先控绑你的就是擎玉嘛 有擎众生有擎众生 那就是火中取怜了 等于在火中取怜 他虽然没有情欲啊 你想在情欲里边 获得清净自在 你想想看 波满 你要是 在理论上 你不转变你的认知 那所有的都 都是一段苦心了 在身体还是心理 都是苦心 都在忍 都在承受 转变了认知 苦心也成了 满血啊 有希望嘛 就是认知不同 绝掌就插合端 就像谁在讲说 这个人他想征服喜马拉雅山 他背上行李 什么去征服去了 那爬到半岁 就是风雪再大 就多累多苦 他也承受 他有成就感 觉得很好 还觉得就是乐趣 但如果他根本就不想去 他就不是个征服喜马拉雅山 他就不想去 势必是一个仆人 努力族逼着他爬山 在风雪里边 那他真的是苦死了 他一路走一路 就抱怨那个地 抱怨那个奴隶 努力族 就觉得在迫害他 同样的两个认知 同样也是在走那个喜马拉雅山的条路 但是第一个是带着成就 成就者的感觉走的 第二个是觉得 在过着地狱般的日子 因为目标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借地不一样 你放下情欲也是 在情欲里边 你想解脱也是 佛陀的知见 认知这些东西都要有 你要把它看成幻境 如果你不能够 有正知见的话 正知见的话 那所有的都是修苦行 一个是身体的苦 一个是心灵的苦 是不是 都是苦行 那我们就是在修苦行 如果要成道的话 你要去出一个 在情欲这边 修出一个 清静自在的莲花来 那你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嘛 你怎么能自在呢 所以佛才叫大丈夫之行 难行能行 什么叫大丈夫 因为行不了才行 其实真正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要灭点这些东西 所有的人都痛 没有不痛 没有在情欲 在你对应的那些猪缘剧组 那些缘剧组的时候 你生起那种绝授 不管是你散乱也罢 一情别恋也罢 专一也罢 专注也罢 多么圣洁的感情也罢 还是多么 无所谓的感情也罢 这些其实哪个不苦呢 在情里面就苦 就辛苦 人愿愿 所以我们才度友情嘛 那你说怎么办 那总要解脱的吧 再拿解脱不了 你就再拿解脱 怎么度 怎么度 你就继续修嘛 往下修嘛 苦这个过程中 你肯定身心 身心可减苦嘛 要正直接配合嘛 就像我说的 你苦不过就是个绝授 有时候全身心的就那个绝授 你就是那个绝授 你就是那个苦 你是没有其他的 你就是那个苦 就是那个绝授 但是你们知道 寿也空 绝授是虚幻的 但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你感觉 你承受的 就像地狱般的煎熬 但那个时候 能怎么样呢 就是说用政治界 用各种法门来对峙了 能怎么样 那这个火中取连 是不是它只是 对于佛教来说的一个范畴 比如说在其他的宗教 道教或者其他的宗教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执见 它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是吧 什么 火中取连 是不是只限于佛教修化的一个范畴 所有想承道者 不管修什么 你都需要火中取来 只要你有情感 有欲望 都是比喻成火中取 因为你要承道 不管你从哪个走 哪条路上走 你要承道 情于始终是障碍 遇见天终生 快乐是比较 我刚才看到一个微博说 说什么 就看写爱情的 或者是 他说 他说那句话是有小孩子 写说 我爱你是因为你让我快乐 你让我安静啊 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修道人来说 你要对一个修道人来说 那我爱你是因为你能 或者是让我有所触动啊 或者是认为 或者是真正的一个 处在宁静中的修道人的话 他会觉得 我爱你是因为你能让我不爱 如果这个人能让你不爱 那肯定是有些东西在里面 不管是强烈的痛也罢 强烈的恨也罢 强烈的解不开的东西也罢 那你如果翻越了这个障碍 你就成到了 从每一次这样的触动里面翻越了 你就成到了 有一次就成到了 就是说 他能让你不爱 那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人很多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让你不爱的 是不是 大家有很多很多缘 但是不是说 包括情缘也有很多 但不代表他 就算生生世世 大家有十个人都有情缘 但是不代表这一时 因为还有一个足缘具足 这一时还有一个缘 新的足缘具足的时候 他才能触动你 让你和不爱 和痛或者是很放不下 很难受 如果有一次翻越了这个障碍 你就解脱了 就彻底从情感里面解脱出来 但是如果是 有些情感 当你要的时候 或者什么他给了你 或者你很快乐 或者是什么 这个方式的话 因为天人的境界是很快乐嘛 他得到了 拥有了 他就很快乐 但是慢慢的 他会知道 这种快乐也会失去 那种短暂的快乐失去 这样不会再有人 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人 如此深的触动你了 那这种解脱 解脱的机缘就错过了 你知道如果有人 不管有任何一件事 有一件一个人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 很深的能触动到你的心的话 那都是 如果对一个真正修道的人来着 都是难得的机会 都一定要把握的 不管是恨还是爱 或者是什么 如果很深的能传透你的心 能触动到 那么这个机会是觉醒的机会 是你开悟觉醒的最好的良机 虽然说起来有点残忍 说起来有点 因为在苦之中 尤其是在情感的苦之中 你对一个修学人 你能抹 就是说 对一个旁观者 你能抹 就是说 漠视他这种辛苦的人 是很残忍的 就是说 但是 觉醒的机会 有时候一生 因为我们的时间生命是有限 一生也就一次两次 是最好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说 你要什么就拥有什么 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知道 如果你要什么 你太有能力了 不管你要什么 你都可以达成的话 那你就是天人的等级了 那这个天人的等级 你是不会再解脱的 你会沉醉在那种 拥有之处 有时候 真正的救度 不是发生在 有时候真正的救度 就发生在触动 因为每个人 必须自己决心 就像你睡着了 就是不断地碰你 就是让你醒来 让你醒来 但是你醒不来的时候 你永远解脱不了 永远解脱不了 但是 那个 那个碰一定要碰到你的心 如果碰不到你的心 是 因为真正的救度 是救你的心的 不是救你那个 肉体 因为沉迷已久 有时候跟你们说这些 我觉得比较差 尤其对现在情感里边 我觉得好像没情没义 但是能怎么样呢 正因为可能在这条路上 因为我是有家 有婚姻 因为有孩子一直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必须说 有些东西 因为我对情感的领悟 和企业更深 因为我知道 那种苦是不断的 有无止境的 不是说你拥有了什么 可以解脱的 你痛的那一点 一定是你最薄弱的地方 最执着 最根深蒂固执着的地方 自我最执着的地方 自我在那一块 陷的最深 自我在那一刻 在那一点上 一直突破不了 那就是个自我 就是那个自我让你苦 因为有我才有苦 角兽是由六根组成的 有时候觉受啊 你可以一个一个破 有时候我们破不了是触觉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看到你们 就是说 坐在那太像个人了 真的是 就是那个有骨头 有肉的那种感觉 坐在那儿 那个肌肉 你看你每一个细胞 你看过去那些肌肉 都是情欲 那里边都流荡着情欲 那个很有肉的 就是说那一刻 你的触觉给你留下的印象很深 触觉啊 比如说拥抱的感觉了 抚摸的感觉了 或者是有时候 他也不是说想着抱一抱 或者是什么那种 那种感觉 人身上他有感觉的 他会留下影像的 就是男女之间 有时候那种细胞啊 会从你们身上 能看到那种感觉 知道吗 那就是触觉 他真气的觉受是来自 有的是视觉 就是他就是 他就 他喜欢一个人 他就咋看他也美 他就是视觉的染着 视觉 那种觉受来自于他的视觉 他是放 因为觉受很苦嘛 你把你的苦的觉受分开 解剖 触觉 我是触觉上 留下了痕迹 视觉上留下了痕迹 还是我喜欢听他的声音 闻他的气味 还有接吻的感觉啊 等等等等 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等等那些都来自触觉 你把一个感觉 一个感觉 从你身上清理 听力完 你突然觉得 那些觉受空空荡荡的 你没有爱的感觉 你知道吗 原来你没有爱 空空的 那种爱 原来就是 就这些感觉组成 你认为你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你认为你爱了 很执着 但是把这些感觉 封解剖开的时候 原来你的爱里边 没什么东西 你爱是了虚幻的一种感觉 爱的感觉 那就是虚幻的 打开的时候 突然你会发现 你的真相是 你里边什么也没有 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会发现 不是我坐在这 说这些残忍 是你更残忍 你里边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一份自我的执着 你爱的是自我的影像 因为你认为它是什么样 所以你很爱它 你很自我的执着 认为那个影像 二少你认知的 它的那个影像 然后你执着在那 然后可不堪意 那比如说我对一个意识深处的图像 一个声音 我觉得它能够让我生气很大的一个爱 或者是一种厌理的情绪 这个算是什么呢 这个只是这种觉受 只是录音啊 你对这种觉受执着了 这种清觉执着了 那么这个可以破的就是说 你不断地重播你喜欢听的那个声音 或者你恨的那个声音 就让你能有触动的声音 比如说你喜欢听这个人 你对他骂你的那句声音更更远坏 或者很多年你都能回忆起 他到时骂你那句话 或者你能回忆起他说话的那种 引致你很喜欢的那种 很有磁性的那种声音 你就不断地坐在那儿重播 听下来 然后重播 甚至你观想 他仍然在你面前 不断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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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静下来 不要动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听 因为你只是个观看了 那个时候 他在不断地说的图笑 还在你耳朵就重新回忆 回忆他的话 听听听你就解脱了 你突然觉得 那个声音没什么 因为是你执着了 我们爱上的 我们不管我们在哪一刻执着了 我们喜欢上的一定是我们的决手 种种决手 或者认定 判知 形成的一个自认为的一个影像 那叫我之 你爱的是我之 所以说一层一层解剖开 然后修正到里边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心很空落 每个人的心都是那样 没有什么东西 空空落落 冷冷漠漠 啥也没有 对一个专注在情感方面的人来说 他越专注 很专注于情感 或者是 很专一在感情里边的人 或者正是缠绵的 就是有些 深陷在情欲之中的 情感之中的这些 你说 你跟他说 是虚幻的爱情 或者角色虚幻的爱情 他会 他会觉得很残忍的这件事 会伤害 要通过很多方法 方法慢慢慢慢慢慢的 不是让他放下 是让他看空 那个时候 他就彻底的解脱出来 一定要有那样一次起研 就彻底的从里边走出来 以后也可以谈恋爱 以后也可以去经验感情 不是说你以后就 对情感就默然了什么 你可以 但是你不会陷进去 然后你会 拿起方向 都很自在 比如说 你说这样 光光看 然后看到 它空空落落 就安住在空落 你要真的进入那个状态 我只是用个空空落来比喻 你自己会看到你的真相 知道吧 你看到一个真相的时候 你出来也罢 你不说你要了知了 你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 你原来认为你的感情很圣洁的嘛 你认为你是唯一的专注的 圣洁的 你认为你是什么明月 我开始说了明月造高旗的那一例的 或者你认为你是什么完美的 就是说你是专一的一份爱情 当你突然看到那种东西的你会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就不会执着了 因为其实很多执着于爱情的人就认为他的爱情很美 一般就认为 认为爱情是很美丽的东西 很无私的 很美的 很完美的 就是他的 在他的意识生成有一个完美的爱情的影像 你要想破他这个 就是先把他这个影像砸碎 就不是说这就比较财人 人家有个完美的东西 你非要给人家砸碎 但是砸碎以后他重新借起来的爱情去真的完美 那才是真的完美的东西 开始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完美 是一种浪漫的东西 就是一种很虚幻的很浪漫的东西 砸碎以后再人间进 那是另一个探讨的层面 你现在没砸碎的时候 你才会再借了爱情干什么 等你砸碎的时候 你再重新回来的时候 你再说这句话 再探讨砸碎以后的事 他就说我执着的时候 我才要吗 要爱情吗 我不执着了 我还要什么爱情 就是这种的自私的东西 我执着了 我才需要安慰 我不执着了 我要爱情干什么 你静静 我要是佛陀了 我自己坐莲花坐 就在空中坐着 我下也不下 就是这种的 是吧 不成佛了 我还要 男的女的看也不看 就是这就是那种佛 空王佛 空中的佛 因为缘分 因为慈悲 因为很多原因 就像一个人呆着怕麻烦 是你 哎 也不是了 自己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 经不起更多的打扰 你就自己打扰自己够了 累了 没休息好 看见 包括视觉 清洁 哎 烧心了 烧心了 累了 这可能是一个恢复阶段 嗯 这是一个恢复 恢复过程 是 是个过程 你在情感上是 是有些执着的 也不是执着了 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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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咋样才能迅速的恢复呢 还是你有直接的问题 不需要问 你不觉得吗 嗯 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忏悔吧 哎 没啥可忏悔 如果你被情伤了 那么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处在一种状态 就是说 你也知道是没有真的有份情能伤到你的 你知道吗 问题是 你执着在什么 你喜欢的人你就让他也一定要像你那样喜欢你 就说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很 每个人都说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把不得他也对你 跟你喜欢他一样呀 甚至比你喜欢他还要喜欢 你要不喜欢的 你把不得他离你远点 是不是 坐在你旁边还写烦 你看看你这种状态 你要不喜欢的 哎呀呀 别跟我这样子 你要喜欢的 你就执着在 一定要他喜欢跟你同样的表达 而且比你那样子还要那样子 这都是一些 知识的东西 明白了吗 在情感上的知识 你要考虑清楚你处在什么状态之中 怎么可能受伤 这个世界 你怎么可能确实情呢 无处不在 众生多情啊 我觉得我也够多情 你是多了还是少了 到底受伤了 多的同时也少 多了也少了 多的同时才显得少 所以就才受伤了 然后我们矮子看完 把你们的形象画在黑白色 那我现在就把黑白头看了 喊不忍多 我不忍默示 知道吗 自己看着自己的形象 每天今天开始 形形的颜色 七红八绿的 然后有的时候缺个口 半个眼云 那我这形形的 真悲惨 悲惨的 现在都不了 每天早上画一次 看完了就 哎呀 七七菜 七七 不忍默示 不忍默示 炸了 还很许可 他那个老师 他那个 比如说是 他那个心象是什么东西 其实还是他的一些 认知组成的东西 认知觉受 认知觉受 他就不外乎我用 认知觉受 认知觉受 就显出一个像 像呢 好厉害 你这些说法 你要对着他心象是什么 嗯 他有时候嘴上说 在心里面 心里面根本不是 每个人 每个人 你们 都是成人了嘛 谁也不会做这个哭鼻子嘛 不会 我今天不开心 我就不停地哭嘛 也不可能 正因为成人 都装得没笑 所以更奇才 你看着那个心啊 那种苦啊 嗯 每个人都是 真的是 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压 每个人苦的 你就站在外边看 你一个一个路上过来的人看 嗯 那每几个 都苦 都苦 嗯 好久好久你们苦 一会就变了 嗯 回一会儿又有点好 新些事来了 马上 这个有个新面包做出来 也马上能开心一会儿 感觉又吃面包抢着 等一会儿 哎 吃完面包没事了又开心 幸亏无常啊 对啊 我这苦成那样炸锅 真的是 有点定理苦成那样 还不苦死了 幸亏没定理 但是你们没定理 但是有时候执着 那执着 执着起来比定理还厉害呢 执着起来 执着起来 从地上不动 哎呀 那个苦啊 执着那个苦啊 切的琴啊 人一定要聊 不是聊 你有个方法 我教你 你知道吗 你们的琴重得像一座山 嗯 就说你的心情这一会儿 如果看只看这一块气脉的话 你那个你就像被压在那个山底下 知道吧 就像开山压地就压着 情重如山啊 就那么重 所以你根本挪不了地方 你以为啊 你们的琴来了的时候 你们就像被孙猴子压在五指山下 你根本你就 你挪不了地方 你腿都移不动半步 半步 你就走不起 知道吧 你和忏悔 忏悔 忏悔生生世世 因为情感 你伤害过的人 不管是有意无意 忏悔一百倍一千次 不断的忏悔那座三次对一种 这是一个方法 就忏悔 就是去忏悔 你要不要管了 就忏悔因为我的 有意或者无意 我的情伤害过的所有众生 所有的 生生世世的 不请得忏 如果里边突然出现某种图像 说谁的脸 谁的脸出现了 那么呢 你就单纯对这个人忏悔 你不管是你怎么样 有没有结果 你都可以 凡是你伤害过的 然后你那个伤就会离开 然后你突然就解脱出来 忏悔 这个法门我用过 因为真的是 每天跟你们憋这些东西嘛 然后憋憋 你就会 你观想嘛 你要观想 你会 观想到你们的那种情的时候 哎呀 想一坐胎山就在那压着 就那么重 有情众生的情啊 重得像山一样 平时我们人世间说是情活情活 我第一次看到情境上像山一样 然后我就 我就会说 他这个 用什么来去把这个山揭开啊 如果是让你们来做 你是没有能力的嘛 没什么都没能力 看不空 这个情你空不掉嘛 空不掉的时候 我怀疑只有忏悔 你忏悔你 你对生生世世的友情造成的那种伤害 你忏悔 对不起 请原谅 是我 是我的错 没问题 你就忏悔 忏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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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你就觉得那山就走 嗯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们先试试吧 不停用再载又另 嗯 他还是挺虚效的 嗯 我觉得对 从后边出去 嗯 你问一撤回就出去了 对您一说 稍微他没进出啊 那就行 看来对应了就对了 只要对应了就对了 嗯 我本来有空以前的点 嗯 我这个被人家的情敌 人家被我们情的概率告证 果报啊 每个人都是果报啊 别可怜了 每个人都是惨 报应 我们被情伤 肯定伤过别人 就是自己送了个土塞剑 你没有说到我自己 拿着那个就当然了 使用了一块钱 自己送了个土塞剑 对样 如果是那一刻突然对应了你的东西 他突然就真的能开启 真的是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定法 真的是 他就对应你那一刻 你就开启 我觉得摧毁也是个好办法 身体任何障碍解决不了那就忏悔吧 多忏悔 忏悔忏悔突然就能够解脱 最少得一千吧 一千生吧 你就坐那不断的 有时候到三百生 以一千生为限量 你到可能一百生五十六十七十日 人家原谅你就突然就解脱了 可能一般都吃不到那个时候就解脱了 太残了吧 你看看压了多久 哭都找不到 嗯 哭都找不到 是 哭找不到最主要是你触步难行 压住你 起起不来走走不开 拿拿不起放放不下 就那种 这个面子怎么转 我告诉你 你让你看 我那个时候 没看破车 就不怕 我知道 你也对他起座了 我给你讲 过境的人 迷离杀不出来 迷离杀不出来 跟着就破了 很容易 但反之不行 嗯 反之很难 而且破不彻底 破不干净 你知道 当一个人很有名的时候 他希望所有人爱他 爱他 他其实就像打很大的官的那种 最终还是败在女社里边 赚很多钱的 他最终还是去泡妞 他就是说 他是希望所有的人都爱他 欣赏他 他拼命地要那个位置 只是因为他喜欢那种被爱的感觉 或者被欣赏的感觉 还是就欲嘛 情欲嘛 就跟着情欲最后还都在情欲上 对 跟着还在情欲上 但是你觉得你 当你男女设下这一块破 你突然发现 你在其他地方 你就不会争 无所谓 就有了没就没了 你不会执着 你也说 不是说不喜欢说 别人喜欢你 你也很开心 但是呢 骂你 你也会伤心 但是你不执着 不知我一定要什么 那时候用山鸭的配型 是那种形容他 我形容他 但是你会在法界里面看到群众的时候 就是想压在身体下 那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每个人就说 尤其他小时候的废弃不好 就是说 但是有些东西是对异的 当你突然想到 对他是一个这样子说的话 他突然会感觉到 他马上就解脱了 就很快一下子他就 但是你说其他的说来说去 啥也没有 就是你第二次说对那句话 他就解脱了 其实也没啥 但是你说对了 他就苦到尽头了 就那样 好简单 你再把他当成求习惯 你每天给他说虚幻的虚幻 他肯定虚幻 你说你的车重的向左山去移动 他他真的移动去 你要是换他就换不了 你知道 你说很重 他多重太阳能移开 你知道吧 他没有目标 你换去他不知道移啥 但是确实也是方法 有些东西 这是一种 这其实属于就在英国里边的东西 比如说 你用忏悔来去移动他 就好像你不忏悔 你生不起忏悔之心的话 是走不了的 有时候我们 我们就算这一生犯的错 如果你看不到那个图像 看不到那 就是说 你伤害的那个境界 你假如你伤害了一个人 或者伤害了 比如很多女孩子多胎 或者什么 如果你看不到那些雪楼车 看到那个孩子那种 那个人啊 头他那个人 被割得一刀一刀的 然后他那种气啊 咬着牙要 抱负你的那种感觉 你是生不起那种财亏呢 你是生不起来的 你一点内心不觉得 就是从内心猛醒觉得 哎呀我真的是对不起 真的我 我真的对不起 就是那 然后去 去那样 去那样 哦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坐坐坐 坐吧 这么晚了 坐 闹湃 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